利用多种药材烹煮的药材机原本卖4块 但因成本增加 现在售价是5块 一些药材批发商透露 由于通货膨胀 加上货物短缺 中药材在过去6个月起价50%到1倍不等 其中卖东的价格更从1公斤的15块涨到45块 另外产自中国的花生 价格两个星期前突然上涨 业者也怀疑出口商故意操控价格 业者表示 花生价格在过去5年都非常稳定 突然上涨也导致受卖裸惹的业者 这个月少赚了10% 一些业者也表示 像是黑豆和蒜头 在过去一年内也曾经突然起价 不过在起价后的一个月左右 价钱就恢复正常了 新传媒新闻记者 蓝力亭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 蓝力亭报道